哈喽,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大龙老师的编程课堂 这一节课呢,是咱们Scratch编程课的第18节课 接下来呢,咱们一起看一下本节课要完成的任务目标 本节课的任务目标是监控报警器 小朋友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随处都可以看到监控报警器 这节课呢,咱们将自己编写一个监控报警器的程序 用来监控咱们自己的玩具 如果有人动了玩具的话 那么监控报警器会第一时间发出报警的声音 是不是特别的有趣呢? 那么这个程序该如何编写呢? 接下来咱们一起看一下功能实现的具体要求吧 功能实现一 开启监控报警器 具体的要求有两点 首先咱们看一下第一点 绘制一个圆形空心的摄像头角色 这节课呢,咱们需要自己动手绘制一个角色 并且呢,是一个圆形空心的角色 小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哦 接下来呢,咱们再看一下第二点 当程序开始的时候 监控报警器开启 并将清晰度调整到最清晰 什么是最清晰呢? 那就是摄像头看得清清楚楚 小朋友们,明白了吗? 然后监控物品 如果物品被移动 那么监控报警器将发出报警声 停止移动物品 报警声也随即停止 这个程序呢,看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 接下来呢,大龙老师就带着小朋友们 一起进入到Scratch当中 来编写这个程序吧 进入到Scratch当中之后呢 首先第一步 我们需要让小猫回家去 小猫是不是太难了 我们讲了这么多课 小猫很少作为主角 对不对 这节课呢,他依然不是主角 那么这节课的主角是什么呢 那就是监控器了 同学们见过的监控器 有什么样的形状的呢 是不是有三角形的 或者有圆形的 还有正方形或者长方形的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要自己动手绘制一个监控摄像头 来,我们点击小猫头 小猫头的第二个按钮呢 有一个像画笔一样的按钮 叫做绘制 我们用鼠标的左键点击一下 然后呢,我们就来到了造型的画板这个位置 我们需要用到一个圆形工具 画一个圆形的摄像头 接着呢,我们需要选取这个摄像头的颜色了 一共有两个颜色 一个是填充颜色 一个是轮廓颜色 我们先点击填充 同学们思考一下 在这里我们需要用填充颜色吗 当然是不需要的 如果我们画出来的一个摄像头 中间是有填充色的 是不是就相当于 有东西遮挡住了我们的眼睛呢 让我们什么都看不到了 所以呢,我们要将填充色去掉 点击斜杠 然后呢,我们再点击轮廓 轮廓这块的颜色呢 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直接使用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我们来到画板的左上角 按住鼠标左键 不要松手 慢慢的画出一个大大的圆出来 就可以了 好 然后呢,在画板的空白处 点击一下鼠标左键 好 那么这个圆呢 也来到了我们的舞台中间 我们将它拖动一下 移动到屏幕的中间 合适的位置 监控器呢 我们画完了 接下来开始给这个监控器 编写程序命令 点击代码 首先第一个模块呢 就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事件分类 点击事件 第一个呢 就是当棋子被点击的时候 当棋子被点击的时候 要触发一个什么样的事件呢 当然是打开摄像头了 只有摄像头才能起到监控作用嘛 对不对 好 那么摄像头在哪里呢 在左下角 有一个叫做添加扩展 我们用鼠标的左键点击一下 音乐我们学过了 画笔还没有学 那么第三个呢 叫做视频侦测了 我们就用鼠标左键点击一下 就可以了 然后呢 视频侦测分类呢 就被我们添加进来了 这里面呢 全部都是跟视频相关的程序模块 当棋子被点击的时候 我们要触发什么事件呢 要触发开启摄像头 只有摄像头开启的状态 才能起到监控的作用 那么第二个呢 叫做将视频透明度设为50 将视频的透明度设为50 这是什么意思呢 同学们思考一下 我们的摄像头是越清晰越好 还是越模糊越好呢 当然根据我们常识来讲的话 肯定是越清晰越好 清晰才能看清楚 才能起到真正的监控作用 对不对 那么这个程序的主要作用呢 就是设置摄像头的清晰度 数字越小越清晰 数字越大呢 是越不清晰的 我们将数字50呢 改成最小的数字0 就可以了 好了 这个程序的第一步呢 我们就编写完毕了 接下来我们测试一下程序效果 点击率期运行 摄像头呢 对准了皮卡丘 那么开始监控皮卡丘了 根据我们这节课的课程主题是 监控报警系统 那么我们现在的第一步监控系统呢 已经做完了 接下来呢 我们要做报警系统了 报警系统该怎么做呢 我们先将摄像头关闭 点击小三角 选择关闭 点击率期 要想编写报警系统啊 老师在这里做一个小提示 如果我监控的物体被移动 或者我的监控器里面有人做了相关的动作 那么他就要发出报警声音了 在这里呢 老师说到了一个如果纳末 所以呢 我们要将如果纳末拖动出来 接下来我们再思考一个问题 同学们想一想 报警呢 是只报警一次呢 还是要连续报警呢 对了 当然是连续报警了 那么这样子的话 我们要用到重复执行 将如果纳末放到重复执行的里面 然后呢 将它们再放到一块 重复执行 如果有人移动了我们的物体 或者出现在了我们的监控器里面 那么就要报警 那么如果纳末中间的这个程序 我们该怎么编写呢 我们要用到运算 运算呢 里面有一个大于号 动作大于什么什么 或者被移动的距离大于什么什么时候 我就需要报警了 那么这里呢 是需要用到视频来侦测来监控 所以呢 我们要用到视频侦测里面的第二个模块 叫做相对于角色的视频运动 这是什么意思呢 相对于角色 哪个是角色呢 这个圈圈就是我们的角色了 针对于这个角色的运动 如果大于一个数值的话 那么就开始报警了 我们将它放到大于号的前面 然后呢 把它放到如果纳末的中间 我们拖动一下 如果我们的角色的视频 当中有动作在运动 而且这个运动的幅度大于50的话 纳末我就要发出报警声 那么这个报警声该怎么去添加呢 当然是在声音模块了 我们发出一个波波波的声音就可以了 等待播放完毕 第一个将它们拖动出来 放到纳末的后面 那么这个程序呢 我们就编写完了 接下来测试一下程序效果 点击开启摄像头 点击逆期运行这个程序 好皮卡丘呢 已经出现在我们的监控器里了 接下来老师要扮演一个小偷 来偷走这个皮卡丘了 皮卡丘来来来来来 没有任何的报警声 那么我们的监控器是不是出现问题了 那么这个问题出现在哪里呢 是出现在这里了 我们50这个数字呀 有点太大了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摄像头呀 特别的不灵敏 我们的动作呢 要做的很大 它才会报警 否则它是不会报警的 那我们将50调整成多少呢 老师在这里有一个参数 叫做20 调整成20就可以了 来我们再测试一下 将皮卡丘放回去 现在是不是特别灵敏了 好将皮卡丘放回去 我们再点击逆期运行 然后呢 老师要作为一个小偷 又开始去偷皮卡丘了 哇 再报警了 我不敢偷了 好 我们再试一下 哇 已经开始报警了 好 那么证明我们这个程序是完全正确的 那么这节课的编程知识呢 咱们就讲到这里了 接下来呢 咱们再做一个练习题 来回顾一下这节课所学习的编程知识吧 再练一练 在摄像头可以正常使用的前提下 下列哪条程序可以让监控摄像头的灵敏度变得最高 选项A 相对于角色的视频运动大于30 选项B 相对于角色的视频运动大于10 选项C 相对于角色的视频运动小于5 这个题呢 还是比较简单的 小朋友们开动脑筋思考一下 快将正确答案发送给大龙老师吧 好 这节课呢 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节课再见 See you